大家好 我是Michael 今天跟各位介紹這個Strong Love 5x5的力量訓練計畫 這是我第一個接觸重訓時候練的計畫 那練了大概快一年 然後深蹲在這計畫下達到了120公斤 然後胸推達到了80公斤 以初學者來說其實算還不錯 那這個訓練計畫好在於它簡單然後又實用 所以基本上你有兩個訓練 一個是訓練A 一個是訓練B 然後總共才五個運動而已 所以訓練A你做深蹲 硬舉 跟槓鈴上舉 然後訓練B一樣是深蹲 槓鈴划船 還有臥推 雖然只有五個運動 但這些五個運動全部都是幫你打基本功的扎實運動 不會花你很多時間 一週只需要訓練三次 那一次最多一個小時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一個運動 深蹲 為什麼鏡頭照在臀部呢 因為這個我個人認為 深蹲最重要一點就是你的 大腿 你一定要蹲得夠深 大腿一定要跟地上平行 之所以叫深蹲 而不是三分之一蹲或是半蹲 所以大腿跟地上平行 那你的槓鈴是放在脖子後面上的肌肉 而不是骨頭上 那手的話當然越窄越好 但是要找到一個舒適的點 那重量基本上全部都在你的背上面 而不是用手去握 你假如用手去握 這時候重量重了之後會容易受傷 所以切記 重量全部都擺在背上 那好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運動 就是硬舉 硬舉是我覺得最難的一個運動之一 因為他要注意的點實在很多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點就是說 你的上半身一定要一提成下 所以你的腹肌要用力 然後你的下背 下腰一定要 一定要就是保持在一個直的狀態 頭的部分就保持在中立的部分 然後你的槓鈴貼近身體越近越好 可以的話穿長褲然後直接往上拉 貼紙你的身體往上拉 因為這樣槓桿原理來說是最 最省力的一個方式 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然後我喜歡把這個動作想成是一個推的動作 而不是一個拉的動作 他那個推用腳把地上推開 然後你的屁股往前推 好 第三個運動是我們的槓鈴上舉 他練到的是你的肩膀肌肉群 那這個運動注意的地方有兩點 第一個就是一樣 是腹部跟這個下腰的部分 要保持緊實的一個狀態 不要讓重量把脊椎推到一個不利的位置 那第二點就是說你的槓鈴 往上推的時候 要把頭移開 所以槓鈴是呈直線 直上直下 上去的時候爆發向上 那下來的時候稍微緩慢一點點 訓練A做完這三個動作 五租五下之後就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看訓練B的部分 訓練B第一個動作一樣是深蹲 所以我們就跳過 那現在第二個運動呢 是我們的槓鈴滑船 他練的是你的背部肌肉群 他這一個的剛開始跟硬局的剛開始 有一點像 只是你的上半身盡量保持不動 然後是把槓鈴從地上 往胸口那邊拉 以碰到胸口為主 分鑄力在你的背上 而不是用手去拉 YES 最後一個運動是我們的握推 練胸部肌肉群 這個推的時候 你的手肘盡量靠近我們的身體 越靠近越好 不要外擴 那握的位置每個人都不一樣 請多多嘗試 槓鈴下來的時候一定要共生 請放在你的胸口 然後爆發下上 然後下來的時候可以慢一點 那專注力全部放在你的胸口 來擠壓你的胸部肌肉 然後把重量拉上 啊 以上 就是 幫我改變身材的重量訓練計畫 那 跟各位分享 想要就去追求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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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